南非约保台湾商会 日前举办东非商业投资奖座 广邀多国商会也吸引台商热烈参与 各方对于东非地区的商业形态 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约保台湾商会成立至今已经有20年的历史 经常举办投资法律和保险理财等奖座 我国中南非代表陈忠表示 这次邀请其他国家商会参与 大家互动收获很多 邀请其他的商会像德国商会 日本商会以及各界代表来讲解相关的知识 法律上的知识 法律上的问题 投资上的有关的机会 有关的规定 我们有个交流 大家彼此了解一些的可能的商机 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如何的去应对 以及如何的彼此来攜手 在为南非这个土地 这彩虹国度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村中赞许这个国际交流平台之外 也表示会透过各种管道 将台商面临的经商困境 反映给南非当局 为南非 谢谢大家